主料,猪皮250克,菠菜50克,胡萝卜50克,辅料,姜,葱,大蒜,芭蕉,料酒,盐,生抽,陈醋,胡椒粉,白糖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两小时以上,肉体清水冲洗一下,放水里煮开,趁热,去掉猪皮上的油脂,反过来清除掉猪毛, 好,这个火烤也耐心,再清水冲洗,把肉皮切调再切成细粒,加清水煮开,撇去浮沫,放少许料酒,大葱,趴角,小伙们煮30分钟左右,捞去大葱,趴角,盐条味,倒入容器晾凉,凝固后就可以搭出些块,淋上调料酱末,蒜末,生抽,陈醋,胡椒粉,白糖混合均匀就可以开吃了, 菠菜桌水,加少许清水炸成纸,过滤胡萝卜切块,加少许清水炸成纸,过滤少许清水加老抽,原色皮冻汁一把,趁热加盐条味菠菜纸,胡萝卜汁,酱油色的各家原色皮冻,量为1比1,把四分颜色的皮冻用料理机打碎,把菠菜的,胡萝卜的,酱油色的分别入锅煮备, 加盐条味先倒入胡萝卜色的,盖凝固后再倒入菠菜色的,一种凝固后再来一次倒入另外一种颜色,直至四种颜色的皮冻汁,全部倒入凝固,用平整勺银银容器边缘画一圈,容器倒置,皮冻就很容易脱落了,切块,淋上调料酱末,蒜末,生抽,陈醋,胡椒粉, 白糖混合直匀,就可以享用了,烹饭技巧,猪皮最好满大块,这样有益于操作猪油汁尽量刮干净,那样皮冻吃起来才不逆口汤汁煮的浓稠一点,口感更Q,如果喜欢吃的软嫩点的话,就不妨多留点汤汁冻起来,等一种皮冻汁凝固后,如果夹第二种的话,一定要是液态,偏冷稍有凝固的话,应该回味恢复液, 不太再倒进去的,但温度也不宜过高,以免融化容器里,以凝固的滤出来的菠菜渣,胡萝卜渣,你可以烙饼吃,也可以揉成面团里擀面条吃,切皮冻,要一刀下去不应该取疑,这样切出来的皮冻边缘,才平整好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